在澳洲工作的華人 現在你們是時候要團結起來 你現在受僱的工作類型是什麼? 你現在做的是不是計件工作? 你是否透過應用程式去接這些計件工作? 你現在做的工作是沒有病假 沒有保假、沒有退休金 以及沒有節假日的加班工時 如果你對上三個問題有任何答案是肯定的話 你就可能是做一種叫Economy的工作 你的僱主也可能是螢幕上顯示的其中一間 而你也可能是被欠身的其中一份子 以下的內容你一定要清楚地知道 這些公司有時候會告訴你 在GitEconomy裡面 你不是他們的僱員 而是獨立承辦商的身份 他們就可以以此給你少些薪金 被欠身的情況固然是不公平 而現在我們就有機會去改變這個狀況 如果你現在做的工種是屬於GitEconomy 你只需要做兩件事 你就可以改變現況 首先第一件事 在維多利亞政府展開關於GitEconomy的諮詢期間 你就將你的故事跟我們分享 有一句說話叫做人多力量大 證據越充足 大家加工的機會就越高 你現在可以馬上登錄螢幕上的網址 來分享你的工作經歷給我們知道 而其次如果你想多點了解自己的工作權益 而你又是由海外來到澳洲打工的話 你就可以就這些問題去諮詢Migrant Worker Center 而另外你也可以聯絡Yarn Worker Center 他們就會告訴你哪些工會 是可以為你提供幫助 如果你想改變現狀 你就需要馬上行動 現在就可以登上螢幕上的網址 來分享你的故事給我們知道